北冥有声 考虑要不要把门砸开 这倒是把王小民吓了一跳 不过最后 诚哥很理智地 放弃了咱们的想法 这栋建筑 只有一个出入口 一个楼梯 而楼梯的位置 又恰巧是在出口处 就算我诚哥绕到工具 也根本没有地方妥藏 诚哥没有东西防身 心里实在不安 另外他其实 还有一个想法 413寝室里那些钉子 将人瘾钉在了墙上 诚哥准备跟那些人瘾 做个交易 他把墙壁上的钉子 全部拔出 帮助人瘾脱困 而人瘾 则需要答应他一件事情 理想状态下 这里双方都有好处 但实际操作起来 非常困难 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小心谨慎 最后还要防备人瘾 卸磨杀驴 诚哥其实也不想这么做 可惜他现在没有太多选择 这个门后世界 根本没有给他存活的机会 他正拼尽一切 去努力给自己创造机会 这时 他的小腹突然传来了一阵刺痛 好像被蜜蜂 遮了一下 诚哥掀开衣服 一枚短钉掉落在地 这次炸的伤口更深了 但为什么没有流血 一个正常人被钉子这么扎一下 用手挤伤口 肯定会流血 但是诚哥不管怎么弄 伤口的血就是流不出来 钉子落地的声音不大 但是走廊里实在太安静了 所以诚哥和王小明 都听得清清楚楚 王小明被吓了一跳 说道 你在干什么 没事 诚哥捡起钉子 在他低头的时候 见着入口是突然亮起了灯光 有人拿着手电筒 进入了教室职工住宿楼 王小明捂着嘴巴 身体紧贴着墙壁 我们被发现了 是刚才钉子发出的声音 将它吸引过来的 诚哥仍旧保持着理智 他非常冷静地说道 这条走廊 二三十米长 你觉得钉子落地发出的声音 他能听见 那个人只是碰巧出现 相信我 那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他好像要过来了 靠降站好 他拿着手电筒 双眼没有习惯黑暗 只要咱们两个躲在阴影底 不被手电筒照到 就不会被发现 诚哥也是在读 正常人打手电 都是照自己身前的路 不会平白无故 却照远处 王小明嘴里吸着凉气 眼中满是恐惧 那如果 被手电筒照到了呢 我再说一遍 他拿着手电筒 双眼没有习惯黑暗 如果被他照到 那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 就是冲过去 夺走手电筒 然后从出口逃走 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啊 闭嘴 站在墙角别动 做好抢夺准备 诚哥眯起眼睛 用背包挡住了脸 漆黑的走廊里 令到亮宫左右摇晃 慢慢靠近 他和王小明 都屏住了呼吸 难熬的几秒过后 那道光停在了 走廊入口某个房间处 房门被推开 光亮很快消失不见 绝处逢生 王小明激动的 声音都在发倒 他进入那个房间了 别废话 快走 两人迅速离开 诚哥隐隐觉得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对方突然出现 绝对不是被钉子掉落上 吸引过来的 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巧合 不对 我是不是忽略了 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快步向前 诚哥回想自己 进入门后世界 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第一次遇到生命危险 是在413寝室 以王小明对老师 和宿管的惧怕 在黑暗里遇到他们 肯定也会发生 不好的事情 似乎只要我在某一个地方 停留过久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诚哥无法确定 自己的猜测 只知道现在情况 很不乐观 这座学校的难度 已经超过了 黑色手机上的 噩梦级别任务 我太被动了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掌握一丝主动权 黑色手机 不会发布必死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一线生计 究竟在哪里 诚哥正在绞尽脑汁的思考 走廊距离他们 不远处的房门 突然又打开了 刚才亮光 就是在这房间门口消失的 那家伙在等着我 王小明和诚哥 此时正好跑到了走廊中间 无路可退 走廊中间有扇门 是虚掩着的 王小明也是被吓了慌了神 看到刚才消失的灯光 再次出现 他直接拽着诚哥 钻进了走廊中间的 那个屋子 这边 在两人躲入门内的同时 一道光照向了走廊深处 王小明躲在门后喘着气 好险 差一点就被看到了 躲入屋内 虽然暂时安全 但是却增加了额外的风险 要知道 这房间里亮着灯 有人在里面 我们刚才 只需要对付一个人 而现在则可能 需要对付两个 甚至更多人 诚哥并没有因为 王小明擅自做决定 就跟对方翻脸 因为这时候争吵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会浪费 自己宝贵的逃生时间 王小明听到这话 马上说道 我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 外面那人一离开 我们就马上走 首先你不能确定 门外的老师 有没有发现我们 如果他发现了我们 肯定会在门外 某个地方守着 其次 屋内本身住有人 我们能不能在这里 安全熬到门外老师 离开都是个未知数 诚哥从来不会 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运气 他说完 就贴着包进入厨房当中 你要干什么 找窗户 这房间大的离谱 有三间卧室 和两个卫生间 一个厨房 根本不像是 普通的公寓 诚哥跑进厨房后 直接冲向窗户 可让他心凉的是 厨房上的窗户 安装了防盗网 没有一丝迟疑 诚哥又来到了 案板旁边 他翻箱倒柜 但是并没有看见 菜刀和任何锋利的东西 不像是宿舍 更像是个牢笼 这时 王小民趴在门板上 他压低生意 五官因为害怕 变得有些扭曲 小林 好像有人过来了 诚哥不知道外面那人 有没有看到他们 毕竟自己和王小民 一直躲藏在黑暗当中 把门反锁住 不要让他进来 好 已经锁上了 王小民已经被吓得 丧失了思考能力 诚哥说什么 他就去做什么 就算知道房门已经反锁 王小民依旧非常紧张 他握着门把手 额头满是冷汗 诚哥也没想到 王小民会如此惧怕老师 他轻轻抓住 王小民的手 不要慌 你越是害怕 不好的事情 就越会发生 这不是慌不慌的问题 小林 难道你忘了西灯后的老师 王小民还想说什么 门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诚哥和王小民的脸色 同时变得苍白 他俩对视一眼 同时将手指竖起 伸到了嘴边 诚哥伸手指着门旁边的空地 他比划着手势 小跟王小民埋伏在门两边 随时准备冲出去 控制住对方 他计划得很好 但可惜王小民 跟他性格完全不同 根本不听诚哥的指挥 直接溜进了 远离卧室的卫生间里 喂 诚哥不愿独自待在客厅 转身也跑进了卫生间里 你躲在卫生间里有什么用 一直躲避 最后只会让自己退无可退 不懂得反抗 就永远无法争取到 选择的机会 王小民哭丧着脸 轻轻将卫生间的门关上 我知道 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 两人屏住呼吸 等了大概十几秒后 外面没有任何动静 王小民小声地问 那人是不是离开了 诚哥翻了个白眼 我怎么知道 他有可能 现在就趴在门外面 等着我们 出去看看吧 嗯 王小民 王小民壮着胆子打开卫生间的门 外面一片漆黑 他顺手打开了客厅的灯 一切正常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王小民小声催促 可是他一回头 却看见诚哥的表情非常奇怪 你怎么了 我记得很清楚 刚才客厅的灯 是开着的 但是我们躲进卫生间以后 外面的灯 却自己熄灭了 别乱动 屋子里的人 已经发现我们了 感谢观看